美国陆军交付了首辆M270A2远程多管火箭炮 这也是近年来美国陆军装备的首款新一代远程多管火箭炮 美制M270A2远程多管火箭炮 是M270系列远程多管火箭炮的最新改进版本据了解 M270系列火箭发射系统是在1983年 开始服役的随后在北约成员国中逐步推广开来 期间北约国家共服役了1300多辆 直到2003年才该系列装备才停产 当前全球上有20多个国家装备M270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据悉该系统导弹最快发射速度可达12发分钟 并依据搭载的不同弹药而区分实际作战范围 而当配置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后 最大打击距离能达到300公里以上 当然这还不是它的攻击极限 因为如果安装PRSM精确打击导弹的话 其打击距离能进一步延伸至500公里甚至更远 从动力上看 M270安装有康明斯柴油发动机 能以64公里每小时速率连续行驶480公里 据了解 该火箭炮频繁介入多场战争 诸如伊拉克战争等 期间收获了钢羽的评价 在美军士兵看来 那么270犹如吉普赛货车 而更多的则表示歧视指挥官的私人猎枪 但在英军印象中 他称作平方公里清除系统才更加贴切 主要基于火力打击的判断 但随着服役期限延长 那么270的缺陷逐步暴露 这让美军于2019年实施升级计划 期间落马公司通过合作红河陆军仓库 共同承担升级重任 对驾驶士予以改进 换装了发动机等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 该火箭炮在改进的基础上 换装了PR-3导弹等新式弹药 由此提升自身打击火力 与M270基础版相比 M270A2拥有相似的设计布局 采用同一底盘结构 但安装了加固装甲 从武器装备上看 其搭载有射程为150公里的 NMOS火箭 性能更加突出 NMOS能通过M270和M142进行部署 安装了强劲发动机 且更具灵活机动性 另外新式PR-3导弹 将旨在替换现有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射程为500公里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